安琪姐的焦虑是什么 这个稍微有一点沉重了 这是我们所有人 也都会焦虑的事情 我觉得 家人健康焦虑 就是在外面工作 现在大家都会越来越忙 那我也希望我去 后半生 我爸妈是由我来养的 对 我很骄傲的 从小我就在外面 很少很少的时间 是和我父母在一起的 到练习生之后就更忙了 父母也永远对孩子 对吧 报喜不报忧吗 突然一通电话打来 然后说奶奶走了 都不告诉我 然后我那个时候 也无法回家 然后那个时候就第二天 我必须要大考核 取决于我流与否 16年我就开始经历 咱们现在的经历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更是小透明 然后我就记得 在那个很小很小的那个 一个洗衣房里只站着下我 然后就在里面爆哭痛哭 然后那个时候我又打给那个 我们公司的那个老板 我说我可不可以回去一天 我说求求你们了 但那个时候也就是不可以 他们他得给我说他就接受吧 我总能接到这样的电话 你们吧 我送走我的家人一波又一波 然后到这两天 我再来这个节目 我们不是10号来吗 然后10号当时我有工作 然后但10号工作结束之后 然后我爸妈就给我说 我爸就说前两天查出来一个肿瘤 是不是就这么抓吗 其实我爸是心特别细的人 就像以前出的 我出道这几年 不是总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吗 舆论也好 我爸一个大男人 他就刷到就哭 刷到就哭 然后我妈妈会悄悄发信息给我说 他说最近爸爸发发信息 安慰安慰爸爸 他说爸爸每天晚上看你那些东西 都会 但我这次我爸是站到我前面 那我就觉得 那我为什么不畏叹二战 我们为什么说 我爸今天特别好 你今天好吗 然后我爸回家说 我马上进手术室了 OK的 什么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感谢上天 真的 特别感谢上天 所以这些 就是忘掉那些焦虑 选择先忘记一些事情 真的会让我们变得更可爱 上天也会眷顾我们 我认为 真的 这班就上到这儿了 这班就上到这儿了 OK 下班 OK 那我们来学习一下安慰姐的新歌吧 我带了音箱 我们一起拍一个舞蹈挑战 为何我打歌呢 我拍一个舞蹈挑战 就这个手指在嘴旁边 然后撞两边的胸 你看看 碰 对 这个 碰碰 就是 碰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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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差不多 碰碰 然后 然后 推出去 推出去 然后两个 头 对 绕手 绕头 张雨晗都跑了 我现在还快跑了 咋吗 妈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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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转过来 然后再两次 一样的 然后 换一只手是吗 换一只手 Make a wish 谢谢 张雨晗过来 来 会了没 会了没 会了 会了 可以了 有会了吗 来 没了 好 开始了 妈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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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就跳太多了 太辛苦了 我不是不知道是 可以了 哈哈哈 好了 可以了 谢谢大家 可以吗 我也很满足了 可以了